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該談到怎麼決定一個clock period 大概可以 就是你這個時脈到底要 時脈要多長 多快 那一個clock period要多長 OK 那 我們用下面這一個 這張例子 我們等一下再回過頭去看 我們用這個eventer 這個eventer我們上一節稍微畫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FIFA的點路 那我現在就說 你的設計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希望在這個edge來的時候 這個clock edge來的時候 我在這邊抓到一個值 我剛剛說這邊可能抓到0對不對 那這個0抓到之後 當你這樣設計的時候 就意味著你不會沒事一直要抓0 你總是希望0之後 它就會傳過來這裡 然後這裡它會再回收回來 然後下一個時候 它應該會變成1 然後1之後 它又再傳過來1 然後再回過去之後 它又eventer又變0 你總是希望你能夠 抓到值是應該這樣的一個順序 而不是連續兩個0 或連續兩個1 這才是你要 才是你的目的 你這樣設計這個電路的目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再去看看說 你這個clock到底會多快 可以多快 才不會發生 連續抓到兩個1 或連續抓到兩個1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說 今天假設呢 假設 一些delay的值分別是 我們看上面這一頁 我假設 這個 剛剛那個電路圖裡面 你這個fifar的delay有 五年六second 五年六second 那clock fifar的delay值就是 你這一端 值抓到之後 然後你到q這一端 可以看到 它的效果的時候 這所需要的時間差 比如說你在這個時間 抓到值 你要經過五年六second之後 這個q 才是它對應的效應 跑出來 所以這個五年六second 就是它的delay 好 那 inverter的delay inverter就是在這個電路裡面 我們剛剛這邊會有一個inverter 會有一個inverter 所以你剛剛這個地方 說fifar的delay這個是 五年六second 然後inverter現在是兩年六second 所以你這樣想 當你的訊號從這裡抓到 可是這邊是抓到0 0的訊號進來 然後經過五年六second之後 這邊才會出現0 然後再經過 兩年六second之後 假設這個wire上面是沒有delay的 或是它小到可以忽略 你這個0經過一個inverter 下一次會出現1 是應該要在七年六second之後 才會出現1 沒錯吧 你這邊抓到0之後 經由這個fifar的delay 在五年六second之後 才變0 可是這個0經過一個inverter 而這個inverter的delay是兩年六second 所以五再加二變7 所以在七年六second的時候 你這個值才會是1 所以表示什麼 這時候 那如果這時候1來的時候 1已經到的時候 我clock都 edge都還沒到 那怎麼辦 那沒事它就一直停在這裡 那個1就一直在那邊等 等這個edge來 所以它也不會怎麼樣 它就一直停在這個地方 1就一直停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是說 clock edge來了 我就再把這個1抓走 然後讓它五年六second之後 又送到後面來 然後再經過兩年六second之後 這個EU會變成0 EU會變成0 所以這樣一直弄 所以我們現在要決定說 你這個clock可不可以 太短 如果太短 它可以短到多短 它的minima的clock p6 是什麼時候 這邊告訴各位說 好 你至少要5加2吧 以我們現在的描述裡面 你這個clock 前一個clock的edge 跟下一個clock的edge 至少要插 插CNNC才可以吧 你這個是抓到 我們現在這個edge就是 我們都 好 這個 這樣子 OK 你假設我們都是 我們現在是用 positive realizing Rizingedge來看 你在這時候 這個clock 你在這個時候抓直 然後到這個時候抓直 這個時間差 這個時間差要多少 你不能太短 如果我剛剛說的 2加5 5加2 等於7 如果你比較短的話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你根本 還不到7秒的時候 你這個edge就先到 那這個時候你會抓到 兩個0 或兩個1 看你一開始給什麼值 那這時候就會是錯的 所以你至少要 7nosecond 才會抓到 我們要的這個值 好 那我們現在除了這兩個之外 還有一個 setup time fever有一個叫setup time 那setup time 叫做3nosecond 3nosecond 什麼叫setup time setup time 意思是說 你的fever 當我clock edge來的時候呢 我就要抓你的值 對不對 我們現在data在這裡 通常這邊是data 好 我現在clock 在這個時候要抓你這個值 我現在data來了 只要這樣打 那我現在要抓這個值 OK 要抓這個值 setup time的意思是說 在我抓你這個值 我這個clock要抓你之前 之前啊 我真的要抓這個值的時候 這個值要先在那邊穩定多久 這個值就叫做setup time 如果你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假設這個是絕對時間叫 好 1nosecond的時候 那我在1nosecond要抓你 你這個data 你不能夠在 我抓你的那一瞬間 你才瑞遞 你要等我 我還沒抓你之前 你就要在那邊等我 這等的時間 這個時間 的最小時間 就是叫做setup time 假設我們現在說 3nosecond 是他的setup time的話 就表示你在 往前3nosecond 這個data 就要穩定喔 今天我今天這個data 如果要抓的是1的 我目的是要抓1的話 這個1的值 要在 3nosecond前 就穩定在那邊等我了 你不可以在這個 3nosecond裡面 還有任何的變動 突然變成0啊 再上去都都不行 OK 那這叫做setup time 這叫setup time 所以呢 當我把setup time的概念 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剛剛的那個 我們現在就可以用這張圖來看 我們可以用這張圖來看 我們可以用這張圖來看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看 好 你現在呢 data在這裡 這是我的值 OK 那我現在clark 現在是racing edge 從這邊抓值 我現在這個值是0 所以我現在 一抓它的時候 我就抓到這個0 可是它在什麼時候 反應在q上面呢 要5nosecond才會反應在q上面 所以它是0的時候 你的q本來是1 然後經過 因為它現在這個抓上去是0 所以它5nosecond delay之後 它這個q會變成0 所以這個0是對於這個了 它有一個延遲到這邊 接下來這個0呢 它又經過一個inverter 就是我們上面這個 這個是0 然後經過這個inverter inverter是2nosecond 2nosecond 所以你的d 這個d這個值 會經過這個2nosecond之後 才會變成1 它變成1 ok 那這樣這個1 就是你下一刻 就是你下一刻 要被cluck抓的那個值 因為你真的要抓的是1 這個值 如果你提早 cluck 太快了 所以你提早到的話 你抓到就是錯的值 那我們把set up time的 觀念放進來的時候 它還說 其實我set up time 要3nosecond 3nosecond 所以呢 我必須要在這個5加2 還有加3 我必須至少要有這段時間 我的下一個cluck edge才可以來 至少要 這兩個edge 這個edge跟這個edge 至少要差10nosecond 5加2加3 因為這個意思是說 set up time是說 你在這個edge來之前 你的data不能夠變 不能夠改變 的一個時間 那為什麼不能改變 是因為你已經算完了 你這個值都已經 傳到前面這邊去 然後經過這些delay 全部都算到一個 穩定的值在那邊等著我 所以這個set up time 就是說你這個 多久前一定要穩定 ok 所以你這個3加5加2就是10 表示說你這兩個cluck之間 至少要有10nosecond 那如果你比較常會怎麼樣 像這個地方 你看得到 它這個 有extra 比如你現在看的是cluck 這個 看的是cluck這個訊號 這個cluck進來 有沒有 如果你今天沒有這個extra 的5nosecond的話 就是會往前 你的cluck可以再快一點點 就把這邊往這邊擠 就像右邊這張圖 右邊這張圖的話 這個edge 這個cluck有兩個edge 有沒有看到 這兩個edge就當好match 一個是5nosecond的delay 一個是invert的delay 一個是set up time 所以都剛剛好 所以加起來是10nosecond 那這個10nosecond 就是讓我這個cluck在抓直的時候 不會抓錯的一個minima的cluck period 所以它最小 它最小就是要這個 你不能再小了 大一點可不可以 大一點可以 只是有點浪費 你cluck沒有跑那麼快 本來是可以跑100mah 你現在只能說我跑到80mah 這是有點浪費 那你可以跑快一點點 像這個樣子 你跑多快 你像這個例子裡面 你的set up time 什麼 要3nosecond 結果你根本不夠 不夠 為什麼 因為你看 你這個cluck edge 來的時候 你告訴我說set up time 的意思是說 在前面這3個nosecond data都不能動 結果你看它有沒有動 有啊 它從這個地方 它這個時間點跟這個時間點 它中間是跳了一下 它就是動了 動了就不行 就不行 所以這個是set up time 的 violation 所以回到上一張圖 上一個講義來看的話 你要決定cluck period的時候 你用get delay 加上freeflop delay 加起來 這個是不考慮set up time的時候 那其實是要考慮的 所以如果要把set up time 考慮進去的時候 你就是把這3個東西 把它加起來 就是了 這就是我的minima的cluck period minima的cluck period 所以你說頻率可以做 越快 就是現在時脈都越來越快 那是有它的challenge 因為你時脈越快 而又不要出錯 你不能說我時脈可以跑很快 可是都會錯 那這樣沒意義啊 你時脈又要快 又不能錯的話 就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你這些 比如說你的fever delay要短 然後你那個combination logic 現在只有一個很簡單的invert 如果這邊的邏輯很複雜 你如果能夠讓你這個邏輯 壓縮在這個時間內 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這邊還是很大的delay 還是很大的delay 你的時脈就快不了 快不了 就是你沒辦法壓縮你的cluck period cluck period跟時脈剛好是相反的 你的cluck period越短的話 表示你時脈越高 時脈的頻率越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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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